顧客一個接一個上門 挑選新鮮溫體豬肉 五花肉 豬腳 排骨 趕緊打包買走 因為台東肉品市場傳出多人確診 而被迫從20號開始休市4天 民眾擔心這段期間買不到豬肉 這個整個屠宰線可以非常順暢的運作 疫情升溫燒進台東肉品市場 40名員工中已有9名染疫確診 其中包含五名屠宰線上的關鍵技術人員 主要是負責殺豬切肉 休市期間也掀起民眾搶買熱潮 不能沒有貨啊 星期四拍賣的時候增加 特別增加了100多頭 來供應我們禮拜六跟禮拜四 因應休市4天的市場需求 台東肉品市場增加電載豬隻投訴 希望提供民眾在休市期間 仍有豬肉可以購買食用 我是新聞物據台東市採訪報導